炒冷靈太平路一段 有報分的白水稿出現白水不良的狀況 自身炒味和膀糖自身的問題 已經嚴重影響到民眾的生活品質 對此官長在民情 今天是會當官議員甘俊廷以及甘修信 做過前往會堪 過程中官長也基礎會按照行政典數 請看一段歸來做改善 如果後續也沒有辦法處理 關乎也會找到的經費來提供協助 站在家旁邊看過去 整個水都會撞到的 民營約八百一元六三米 那若是團來的草味 就讓雞臉沒好多喝手 這個白水不良的狀況 又在炒冷靈太平路一段民體的後面 原本是水理會灌溉白水系統 不過因為後來火器沒有使用 這三十年來沒有人管理為何之下 做成白水檢重來造炭 很炒很炒的 還不通 前幾天都在那裡 吃很多水都不通 煮火在做無水的白水 像我們的洗碗豬 化學水都走到這條路 變成整條白水膏 空氣到有香味 還有浸垃圾 還有積水 積水最嚴重的就是燈鍋熱 最容易發生 當久沒有導致的改善 造成遺憾疾病的困擾 舊責便用油管單位歡迎都沒有結構 所以在管理員的協助 丁親之下 你明明管管長全容現場 來關心了解 我們這個議員帶來 我來實體檢查 所以我看我們管政府 也要回來 看看有經費 因為這條做得好 也要幾百萬 雖然只是一條白水膏 但又關閉到民眾生活的環境 關長最重的 表現時依照行政的定屬 請關節單位做到一身 若是又沒辦法處理 也要真專利來提供協助 記者 林彥仙 蔡芳佛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